如果你错过了20年前买房炒房就可以赚到大钱的机会 那么现在一个全新的赚钱风口又要重新开始了 这次的机会如果你又再错过的话 那么就要再等20年了 甚至还有可能你还会被这个全新的时代给淘汰掉 所以如果你想要抓出这次可以让我们财富翻倍的机会 未来20年这三个最赚钱的行业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嗨大家好 这里是帮助你创造财富的地方 我会每个星期在这里分享帮助我们提升财富认知的影片 陪你一起建立有钱人的思维 创造自己的财富 记得先点赞订阅还有按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个星期在这里的分享了 在过去的20年 你们还记得把钱投资在哪里是最赚钱的吗 给你3秒的时间去想一想 3 2 1 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房地产 很多以前买房投资的人 都因为靠这一波大趋势的红利赚到了大钱 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 根本就是一个只要买房就会赚钱的时代 然后第二个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把全世界的人都连接在一起 Facebook YouTube Google Alibaba 等 这些提供互联网平台的巨头 也因为抢到了风口 成为了世界级的大企业 也有很多人因为抢到了互联网的趋势 开始靠做电商创业也赚到了不少钱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走了十几二十年的大趋势 就要在今年就结束了 2024年开始 我们就一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趋势 其实这些都已经在古人的《易经》智慧里面有记载了的 2024年到2023年 全世界的趋势或者讲是全世界的大运 走的就是巴运 巴运在《易经八卦》中代表梗卦 五行是属于土 土也代表的是房地产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过去的房地产可以那么的火 坦着都可以赚到钱 然后土地是实的 也可以是一个平台 在过去主要你是提供给别人一个平台的 你都可以赚到钱 比如大道像Facebook Google YouTube 阿里巴巴这些提供给每个人交流 娱乐 还有做生意的平台的公司 小到像房地产公司 二手车商 电商等等这些中间人的平台 都因为靠着巴运的趋势 赚到了财富 这些都是天使带给我们的红利 然后从明年2024年开始 全世界又会走进一个新的大运 也就是九运 当然今天我也不会跟你解释什么是巴运 什么是九运这些东西 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对于我们个人更加重要的 就是接下来的20年我们应该要专注在什么地方去赚钱 才会比较有机会给我们赚到这波红利 然后赚到我们的财富 在这期影片我会跟你分享三个在未来20年最赚钱的行业 如果你想抓住这一个20年一次的赚钱风口的机会 那么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完 首先第一个行业就是AI人工智能 还有虚拟现实化科技相关的行业 九运在八卦中代表的是梨卦 梨卦也代表火 所以九运也叫梨火运 就是一种虚的东西 我们看得到可是抓不到也摸不到 所以在未来的20年 每个人都会更加倾向于生活在虚拟的科技世界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果我们看回去2021年到2022年的时候 NFT 元宇宙 还有虚拟货币肯定是那时候最火的话题 以前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 这一张乱七八糟密密麻麻的图片 竟然可以以69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卖出去 在那个时候 也有很多人炒房 可是炒的不是真正那种可以住人的房子 而是想着去炒元宇宙的虚拟土地 一片土地甚至可以炒到430万美元 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土地还贵很多 就连脸书 苹果 微软 谷歌 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都纷纷宣布了加入元宇宙的布局 我们的生活中多多少少都有了的改变 比如以前我们开会都是每个人集合在一起然后面对面开会的 可是现在已经变到每个人都已经习惯用zoom meeting去开会了 自从ChartGPT出现过后 我们在人工智能的科技又更进一步的发展了 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在未来会取代一些旧的行业 比如客服人员 甚至连精算师这类专业的职业都很可能会在未来被人工智能取代 取而代之的就会是那些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做到更有效率的行业 比如数字营销之类现在越来越流行的新型行业 这些都是大趋势推动出来的改变 我们不可以否认 人工智能还有虚拟的科技已经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去拒绝他们的 而是要学会怎样去利用他们来把我们在未来赚到钱 比如ChartGPT一推出来才不久 就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靠ChartGPT赚到不少钱了 有的人靠ChartGPT来帮他们写文案内容来吸引流量来变现 有的人靠ChartGPT帮他们赚外快 比如内容编写 翻译之类的接单服务 甚至还有人直接就开课程教别人怎样用ChartGPT来赚到钱 这些人就是靠着人工智能赚到第一波红利的 第二个行业就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身心灵的行业 这里讲的身心灵的行业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给人一种解决方案 一个方向 甚至是给心灵寄托 一个安慰的服务或者产品 因为在未来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存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人与人的相处就会变得更加的耀眼 再加上未来的世界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 每个人的生活压力肯定就会更大了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需要能够放松心情 疏解压力的出口 比如像是瑜伽 冥想 甚至可能是一个心灵服务导这类的行业 都会迎来一波赚钱的红利 不要小看这些能够给人示范压力的服务 如果你打开YouTube去搜索 slip music或者relax music这类字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支影片 它们就是简单的播放一首 可以给人放松的音乐 它们就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播放链了 要知道在YouTube上面 播放链就等于是钱 而且这种赚钱的方法还一点都不难 还有像算命 赞博 塔罗牌 这些玄学的市场 维巴归纳在神星灵的行业里面 可能你会不相信 玄学市场 其实已经悄悄的越来越流行了 甚至也已经有了很庞大的市场在那边了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最近的几年 所以从算命 赞博 塔罗牌这些玄学 或者是水晶 天珠 这些相关的产品的人 也越来越年轻化了 你想想看 你自己有没有为这一个领域的服务 或者产品花过钱 如果有 那么就在留言区给我一个1 也可以告诉我你是为了什么东西 或者什么服务买过单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多少都有为这些服务买过单 而且这些服务大多数都是持续性的 就好像我知道的 塔罗牌问问题的服务 一个问题最便宜也需要马币100块 只需要一组塔罗牌的排阵 加上一个解释或者心灵的辅导 整个过程可能不需要15分钟 但是如果通过塔罗牌算出来的答案 还有塔罗牌使给你的解释 能够给你得到一个心灵的安抚 或者一个方向的话 那么下一次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会去找它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市场赚钱的潜力是有多大了的 那为什么玄学的市场会越来越流行 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 其实不只是一种流行 更加多的是一种希望 一种心灵的寄托 年轻人面对社会压力的挤压 每天努力为工作拼命 可是存款却少到连想要买烦都买不起 想要精神却又面对一堆人的竞争 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在心灵层面肯定是需要一个寄托 所以年轻人就想通过玄学 来更加了解自己的命运 为自己找到努力的方向 而且在做决定的时候 也可以让自己更加有信心 所以如果你对玄学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去学习 然后也要学习怎样去变现 未来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赚钱机会 讲到心灵上的寄托 除了玄学或者心理辅导 这类比较明显 属于心理层面的服务或者相关的产品 我发现还有一个领域 虽然跟身心灵行业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也是因为撑到了 能够带给每个人心灵层面 一种寄托而绝起的 就是宠物相关的行业 在最近几年 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相信是因为人与人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加上这个社会的现实带给人长期的压力 宠物就变成了心灵上的一种寄托 与其需要尾酸自己来跟不同的人接触应酬 倒不如养一只没有心机的狗狗猫猫 会来得更加的舒适 也帮助填补了空虚 所以在未来的20年 宠物相关的行业肯定也会是非常有潜力的行业之一 第三个会在未来20年会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就是做女人的市场 酒云在八卦里面属于梨卦 梨卦也代表中年女性 30岁到60岁的女人 在未来的20年将会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最近几年 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出来创业的女性也越来越多 很多的大企业 还有政治上都出现了不少女性的代表 而且她们也不是花瓶 她们都有强大的能力、知识、智慧、领导能力 还有个人魅力的 所以现在很多大企业的女性员工比例也逐渐提升了 比如阿里巴巴的女性员工比例已经占了公司的总人数的52% 其中管理层的女性比例更是来到了35% 相信未来这个数字还会持续增加的 也因为在未来女性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突破还有成就 更多的女性在经济上也会更加的独立 所以她们的消费能力肯定也会随之提升 未来的20年主要的消费群体就是会以女人为主了 所以很多女性用品、服装、装饰品、化妆品的消费市场也会变到非常的有潜力 也不是讲如果我们是男的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赚到这一波赚钱的红利了 反而我们更加应该赚注在这一块去赚钱 如果我们想要创业 我们就应该要把销售策略赚注在女人身上 而且在现在的这个时代 虽然男人就不可以卖女人的用品 专国的口红一哥李佳琪 只因为她愿意用自己的嘴唇 去把女顾客视口红的颜色 她从一个口红的柜台销售员 到了今天成为了一个年销量可以打赢上市公司的女人用品直播播主 还有 也因为在接下来的20年 女人会是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 那么就肯定离不开门离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所以可以帮助到女人变美、变漂亮的产品会越来越多 包括副服品、化妆品、服装等等 甚至是那些可以把人打造到更加美丽的 比如减肥、美容、医美等等这些行业 都会是未来有很大的赚钱红利在那里的 对于女人的爱美 不只是女人对自己的美丽的要求而已 甚至还会延伸到生活中的各种细节 所以不管你在产品、包装、店面的装环、广告等等 你都应该要从女性的角度去做你的策略 就算你是开餐厅的 你也应该把你的餐厅或者食物设计成能够让女性愿意来你的餐厅打卡消费 比起你的食物好不好吃 女人会更加注重你的店还有食物的主题 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 酒印代表的是火 火烧起来是很快的 而且很强烈的 所以在接下来酒印的20年里面 所有的东西变化也是非常的快 而且变化也是很大的 就算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酒印 可能你也已经感觉到了 回想过去两三年全世界的变化 你可能就会发现到很多事情的变化都是很快很大的 比如在2020年 因为一场疫情 美国股市只用了33天就暴跌了接近40% 然后又只用了一年又9个月的时间 涨了超过100% 成为了史上最快 也是最快结束的熊市 再来就是最近的例子 ChartGPT一推出 只是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用户就突破了一个亿 要知道当年Tiktok是用了9个月才达到用户过亿的 NewHartGPT已经是很快了的 前不久刚推出的Track 更加只是用了5天的时间 它的用户就突破1个亿了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 未来的变化是很快的 所以如果我们还是一成不变 不肯去接受这个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化的话 你很可能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了的 所以今天看完这部影片过后 不要等到明年你才去plan 你才去想你要做什么 而是要看完这期影片过后 先点赞保存这期影片 然后打开电脑去查资料 开始去计划要怎样布局接下来的20年 接下来9亿的赚钱机会 你真的不可以错过 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